歡迎回到第二節 說完我的傍 想說什麼書呢? 我真的很想說龍虎門 來吧來吧 因為我們有三四個星期沒有提過龍虎門 那很糟糕 到時馬上跌 你說龍虎門 雙負雙誠 我們和龍虎門是純亡止寒的 之前說到龍虎門師傅叫什麼名字? 諸葛無王 諸葛無王進去找合王 說要他的避單出來 他沒有說 他說他會拿出來 叫他強迫你交不交 你這份人交不交 你這份人不交我也要迫你交 他就說如果你交的話我就救你出去 然後合王就不知為何 有說阿基說他扁嘴的樣子 好像金小文那些扁嘴的樣子 最後也交了 那要怎樣拿呢? 的確是龍虎門是一本很說邏輯的書 如果說到那顆地零道丹 是逾氣即化的話 你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捉他出來 所以事實上 諸葛無我也是這樣對付合王 就是捉他出來 對付合王也有很多方法 嘴對嘴 他不可以接觸空氣 對 只能嘴對嘴 要你的嘴裡沒有空氣 可能合王沒有 先在合王口中抽了真空氣 你有沒有看這個 有些內呼吸 沒有外呼吸 用皮膚呼吸 令到他的口腔沒有空氣 然後就真的捉了他的東西出來 所以說現在廣萬都向副畫面 尤其是龍虎門 之前我們有OL 白手的五十度陰影 我們有露妖和白手 現在有諸葛無我和蕭妖門主 合王 合王 但是不可以的 年紀太大了 OL是不可以的 據說 是的 UL UL是不可以的 因為那些人都是喜歡美少年 你看看現在的韓劇 為何會這麼受歡迎 就是因為美少年 那些阿叔是不可以的 阿叔的BL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我覺得龍虎門是 抓到鹿 但是拔掉了一隻羊角 錯了 我覺得你真是誤會了 你要明白 現在龍虎門是兩本書 即是會拆開兩本書 他可以出前傳 你就可以出那個什麼 諸葛無我的前世今生 是龍虎門前傳諸葛無我 即是絕絕絕絕絕 講起他年輕的時候的事 絕著天下的不知幾言 說一句說明 cứ聲大法 相當之 符華 這個市場很大 我覺得應該要推薦由貓看看龍虎門 八百幾個 不要緊 只是拿白仇給你看 小某都扶的 就叫你看看龍虎門 大把這些書可以給你看 你已經索失了理性了 是的 繼續說下去 後黃那段結束了 其實之後邪神他們說要跟鐵曼山 北太傑郭的鐵曼山記錯了 他是打貴派的 龍城環 總之那邊打得很混亂 最後打完之後什麼都沒有 總之大家就走 這樣就散了 其實只是過來擊掌 純粹是過來把白仇變成老祖宗 又學萬讀心經 又學幾乎 故事就是把白仇 因為白仇在被動裡拿了那本四大悲哭 四本都學了 然後出來就想想 先是火龍蛇神集直升機走 然後陳奧雲就想動火龍蛇神 因為他剛剛吸了毒 不知是禽獄 毒攻進步了很多 打算動火龍蛇神 誰知道就引了白仇出來 真是開玩笑 白仇就是 想動火龍蛇神真是 勇哥嘛 主角 然後白仇出來 但是白仇在跟火龍蛇神戒幾句的時候 因為想動陳奧雲的 誰知道現在暴公大乘也想動 勇哥一掌打爆了毒 現在就糟糕了 蝕毒就死了 然後卡龍用金鐘罩罩著白仇 然後火雲邪神灌功給白仇 蛇狼幫忙保持毒 讓他重新做毒狼 然後火龍蛇神 然後用兵鎮著他 兵鎮毒狼 最後武功大乘 將萬毒心經練到更高的層次 其實我不太明白這一段 我的毒狼穿了 我的毒氣流出來 你就幫我罩著他 讓毒氣不會散掉他 我終於練回毒狼吸引之後 我的功力是提升了 我吃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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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通常打RPC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吃點嘔吐 你會不會覺得飽一點 應該不會 也會 當然會 你會吃糟糕了 你沒見過人嘔吐 別人吃一碗飯 吐兩碗飯的 我有經驗 我只要跟朋友吃飯 不斷這樣說笑 吃吃吃吃吃完一碗 然後笑 然後吐出來 嘔吐 沒有嘔吐的 這是正常的 你不明白嗎 練功其實也是這樣的 龍虎門 中華武學博大精深 你記不記得挑戰他 我說我不明白 OKOK 那完了 其實我覺得這段是完全不重要的 因為這段是過了之後 這段是好笑的 白仇練成功 破了關 然後死機佬 在旁邊盯著白仇 他還沒穿褲子 還沒穿褲子 然後想留著白仇 白仇一刀砍下去 然後火銀蛇神的勇哥 嘩是呀 他的金銃爪廢 一刀砍下去金銃爪 有解釋的 幫他頂了很久 他當作狗關 九關就擋不擋刀的 他擋到 說不要死了 即是刀也會被人劏爆了 對 最好笑的是他放走了 然後火銀神經常見到 拍手不在那裡 那我就走了 然後呢 他真是好哥哥到 對 為了救回自己的肺炎 很憤怒 這個就是BL有潛質 這個兄弟禁斷 對 你看那些清兄道弟的龍虎 小時候來到又說想殺他 又說想捉他 勇哥哥來到 就真的一直想保護他 然後呢 最好笑的是 火銀蛇神走了 這個混蛋 說這個廢人 火銀蛇神是廢人 等人走了才罵他 那裡我覺得很搞笑 真的嗎 打嘴炮 對 等於為什麼 我覺得那段戲不重要 因為在八百二十八期 將來錄了新章 這個東至尊就是北太極 他說至尊會和北太極 然後呢 在八百二十八期 一開始就介紹了至尊會的架構 分了內環和外環 每環都是 例如北京的四環 四月五環 那些 他用的那些 來都可以 你知道我們 黃先生都回到大陸 都是一十二三索星 大家在香港 那些 但是就說 原來在這個 內環裏 有一個叫做一組 又是叫做至尊高組 他說他是至尊會裏 一個得高望重的長輩 他的影響力 是可以左右到龍天下的決策 他說龍天下 被這個高組 就叫他過來聊天 龍天下就跟他聊天 原來高組就怪咬龍天下 你為什麼這麼快要動八年教 我覺得不是時間 你太急進了 香港的龍虎們都還沒辦法 你怎麼能辦法動韓國的八年教 你覺得龍天下是至尊會的會長 或是主席 然後呢 這個什麼至尊高組 一早就跟他說 喂 你不行啊 這些事情是這麼早做的嗎 就是教訓他 完全不用給他面子 OK 我們看回若干期之前 外環的 他老師叫什麼 朱鑑摩 朱鑑摩 朱鑑摩是什麼 一什麼 他外環的一什麼 一師 一師 又是這樣 師傅你插了針在羅撒甲 關你什麼事 你這個主席幹什麼 內環的人不聽你說 外環的人不聽你說 你這個主席真是厭屎 留在中環 你這個主席真是厭屎 被人懸空了 主席怎麼可能被人懸空了 你是不是想死 假空 可能有元老會的 習主席是最大的 哪裏還有外環和內環 常委合起來就反彈 還比較低環和上環 對 全部都是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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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 對 你這個龍天爺 真的是在中環 作為一個 作為一個頭 他應該是 鐵五郎還是給他爸爸一個騎著 火魂斜臣不會 東方無定不會 黏油不會 這個不加阿鏟和天爺 被兩個騎著 那件事就有些感覺就是 老妖和棍妖 是完全沒有人情人之痴的 那種感覺 可能老妖那些 老臣子 比較有主見的那些 高祖也是非常老臣子的 高祖說 總之你搞定龍虎門 我就讓你搞八連教 先去搞八連教 不是說比的 龍天爺說 一個月之內 包補成龍虎門 描寫得很仔細 如何勾心鬥蓋 後不對心的內心器 要找一下 先搞 要奪香港 先奪香膠 要奪香膠 先奪丁拳 這期投誠啊 龍虎門這本 香港還未統一 搞定吧 香港人先 香港人現在民心都未回歸 你去搞八連教 你是不是先黏膠 原來他是快叔 那龍天下是否後至強 我坐車看這本 有沒有尷尬 沒有 我看這段電影 我在巴士上喪笑 我看著 當龍天下出來 在武神台 打架阿方人齊神 介紹至尊會出場 到底為何龍天下會成為至尊會主席 他打架了自己的父親 和兩個哥哥 我告訴你 你早就記得 得高望 做前方 就打架了 爸爸也能打架了 你的叔父 為何不能打架呢 我看著你寫得 好像很有心計的 一些電影 是想表達一個什麼的心情 那段應該忘記了 我想畢者應該都忘記了 就是因為你的忠實讀者 經常在搞搞震 搞到故事亂了 你們看龍虎問也沒有愛 你不要問 信 信就行 你也知道舊事 OK 就是爸爸做好小事 講故不要駁故 是啊 可能他爸爸有強 我不是說 他爸爸小時候比他強姦 他爸爸小時候就被他爸爸 然後龍什麼叫做 沒有寫的 沒有寫的 就是小時候 龍虎 OK 就強姦過他 然後他的哥哥就揭發 就是衝撞門進來 然後跟他老頭一起打架了 所以他長大了 就要殺了他們兩個 但一早就沒有這些 你再說我們就龍天下外傳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他殺了他們兩個 要殺他們之前 他要練好武功才殺到他兄弟和他父親 就是兄弟和他父親 那就是拜諸葛無我為私 這個故事還在這裏 那為什麼他這麼尊重這兩位長者 就是一個沒有搞過 是啊 因為他們兩個沒有搞過他 哈哈 阿龍 諸葛無我最多都是打凱倫 不會叩咎他的 OK 好 後面繼續講下去 接著就講回不提的角度那邊 玉兒就遇到一個少女 就是那個劍蛙 我這個講回以前的 對 講回之前的 就是整個醉蛙的樣子 對 講為什麼劍蛙會跟著玉兒 原來他是不提的角度那些普通的難民 不是 他是將軍的女兒 將軍的女兒 對 將軍的女兒 為什麼會落爛了 賣掉將軍的女兒也可以落爛 因為剷除異己 哦 總之就在臨被人拿槍拍下來之前 就比較容易救了 之後他就要報仇 然後就跟了玉兒學劍 然後黃小龍在這段時間 就在瀑布面前搓 但其實暗地裡還有思想和玉兒在練功 你知道什麼叫做渣男嗎 或者叫做毒癮嗎 黃小龍這些就叫做毒癮 真的一個人自己想像自己的女神 幽福龍那些就是渣男 什麼渣男之臣 還是渣王之王 黃小龍這些就是毒癮 自己想像女兒跟女兒在練功 那你博物也可以想像得到 沒有難度 對嗎 抗共也可以靠念力 他真的說到他們這樣練功 都可以提升功力 他真的搖他 這兩個人 沒有見過面 對 沒有見過 玉兒好像有偷窺過小龍 但他們是沒有真正再走在一起 但是現在只需要憑意念 就已經可以練到那套姦夫淫婦劍 很離譜 而且很奇怪 因為他們選好了一個日子 所以玉兒選好了一個日子 就會去行思這個鐵晚山 他就說 不要跟小龍說 不然他知道的話 他就會搶在我之前自己一個 但是他已經心靈相通了 對 你心靈相通了 你這段是同一家 不是 我在耳邊說 會有些秘密 我不跟你說 其實他已經讀通了你 究竟想什麼 我拿著同一家 你不要看我 你猜到是你厲害 但是我不可以告訴你 你明不明白 你猜到是你的事 因為我們心靈相通 而你知道是你的好事 但是我不會告訴你 不過 中華武學博大精深 當然不止這個姦夫淫婦劍 我們肯定包括 整天都說 龍虎們的體系真的很有趣 蕭林四大神功 當然逆根經是最強的 事實上 現在當今世上最強的的人 都是在練逆根經 然後整天都說 其實金鐘爪才是最強的 但是沒有人練到 最難練 最難練一練就當世無敵 現在厲害了 有第十二關 說都沒那麼厲害 首先我們看到超人卡鏈 不要以為你不穿衣服 他就認不出你卡鏈才行 連動作也是 這個人厲害了 中華武學博大精深 但是美國人有超級科技 所以這位二人館的意義 米國仔 二老米國仔 我的名字真是 二老米國仔 用電腦開發了一套簡易版的金鐘罩 令到石黑龍 我不知道他現在是不是真的提升了 他說下一期也有些了道 今期完全沒有提過 說他有些了道 但是不是十足十的 不是十足十的 是十二關 其實是十二關 簡易程式運算得出的金鐘罩十二關內 內徑精密運行圖表 黑龍看在眼淚十一關跟機 即時得到啟動 本能開啟新闢露驚 然後大山就哭了 很冷靜 很冷靜 黑龍 新經脈運轉一周 靈覺感官能 廣官像能與天地靈氣貫通 這份精氣神超越繁區的一份領悟 精氣神就可以學到大白色了 是啊 我想問這件事 其實是不是那些 電腦片案 超頻來的 不是網上片案 這件事很明顯的關係 這件事很明顯的 實在是被人下藥 以為自己練了十二關 迷了 繼續建議 黑龍還是感到美中不足 原因是這份豁然開朗的感受 依然存在了一些局限 豁然開朗地存在了一些局限 豁然開朗地存在了一些局限 即是他在草地上奔跑 大企業在草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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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為自己在草地上奔跑 其實是在草地上奔跑 這樣就是這樣 這個局限暗示了 這個不是完全版 但不重要 那完全版是怎樣 課金就可以了 哦 對 但是你可以繼續 一直課金 一直課金 你課能回覆後查 如果課金之後沒有那怎麼辦 去客服投訴 原來是這樣 好 我再說一件事 現在開新章打自尊會 我心想 火韻邪神就是仇家 百年教也是仇家 百年教仇家是因為王小龍的老母 被契媽被當無敵殺 不重要 然後火韻邪神是仇家 不重要 然後黏油是仇家 更加不可能 他把國妹扣掉了 然後打自尊會 我心想 他們是仇家 他們剛剛 早兩期才一起夾三個月 九萬八十 然後王鋒雷又去了做火韻邪神一班 又是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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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打中國的自尊會 你心想,如果浪府門的世界有文匯報 就說這個外國組織 受外國疏擺,攻擊外國的集團 外國團體 就打回自尊會,那這班混蛋就混蛋 這班是港獨的混蛋 你遲些沙田搭地都被人收起豪宅 哎呀,很可憐啊,萬博士 不要緊,我們說完香港話 我們也說另一項香港話,關於國師的 國師很可憐啊 國師真的很可憐 在今期的龍虎門,不是 上一期 不是,是石鐵做封面那一期 是這期來的嗎 好棒 我看看是不是 不,sorry,是上一期 這期是白衣長空 很可憐啊,他發生了什麼事呢 他被校長懷疑 國師被校長懷疑 校長鐵萬山懷疑 國師黑心路組 有疑心 有疑心 除了教書之外,有疑心 他不寫paper,是寫facebook 是的 但國學生在Facebook和他寫Facebook 分開兩年 是的,但就是因為分裂得太厲害 所以 我的腦有一點 怕腦有一點分裂 你知道這個元首,北韓太極國的元首 鄭國漢 不是,鐵萬山 就是未許分裂喪權玉國 那你搞分裂喪權玉國 未許分裂喪權玉國 我做不到這個效果 所以他就去問 他就問光頭王 這個光頭王就是黃色眉毛的光頭佬 就是金羅漢 什麼都說課金 課金羅漢 課金羅漢 他就問課金羅漢 課金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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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總有一些好東西給你 一定是給得步的 他現在還沒說 因為鐵晚山就完全不講道理 我們都說我們是支持國師 我們都覺得鐵晚山是完全不講道理 龍虎們也是這樣說 莫須有 鐵晚山就是說領南 領南有很多山 完全不用道理 暴君信念 道理只在強者方 極有自信可以斬殺不再受自己信任的國師 不熟悉了 那就很慘 政治迫害 我都覺得政治迫害 是不應該這樣 但是他說國師是黑心 那就屈膠人 本書到底是支持國師還是不支持國師 我們支持國師的東西 錯話你再錯放核彈 Tim是不是要講專欄 沒有我沒有看完 我真的要講 但是萬機讀一讀 是不是自小做英雄那個 是的 讀了嗎 你讓我讀一下 你讀吧 我現在也懂這字 他就說 因為現在這段龍虎三皇就沒有氣 在三皇分出三條氣軌 等下我想問一個問題 龍虎三皇這段又沒有氣 然後其他龍虎群英又沒有氣 他就說龍虎群英準備開始遊戲 程子剛剛回復到至尊他身上 等石鐵和小將門作出表現的時候 武功上石鐵上有太大的突破改變 不是完全沒有的 但是就會關照他的特質 不會衛變而變 而搞到面目全非 我看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在笑 我看著他們真的有自省的能力 他都知道你弄得到霸仇 不扔不掉你 你終於知道明白了 明白了 他就一直說 龍虎三皇是主角 黃蜂雷很受歡迎 韋唐武功高可以獨當一面 老妖和非妖是極之有個人特色 黃小英是被訴訟為智慧型的武功 白愁是走向他另一段人生故事 所以石鐵就是會位置他的性格崗危的特點去發揮 那是什麼意思 其他人都沒有特點 那他現在是什麼 石鐵的性格崗危在哪個位體驗出來 不用亂生氣 在以往的劇情體驗到的 石鐵在龍虎門829期被人吸了三次東 沙 towards雨 senators 仍然有瀑魔今生 好煩雙 即是瀑魔今生是可沒收拾的 其實 burden 那是ú我靠近esa sen zijn跟別人介紹石鐵的角色時 我笑解放為一個奶媽 你沒電時候找他吸 吸完就可以 但是他自己本身就不用充電那裡活該 他會自己弄成這樣 這種就是在能源界的一個重要發展 你有沒有交給你 火舞 火舞最近沒有什麼要說的 你每次都是這樣說的 這樣就可以20分鐘 他上次說到不知道誰跳樓 今期揭曉了 應該是神通 因為林國雲就去找神通聊天 那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我們想說回 你一開始跟神通 因為他開始的時候有說 火舞叫著跳樓的那個人 好笑的 那時候火舞是這樣說的 為了我 破字號 不要跳啊 最後那個人就跳下去 其實很多債主都是這樣 債主迫著跳樓 又說為了我 你不要跳啊 然後火舞就哭著 這格真的很厲害 是哭了 然後就說 為何要離開我 破字號 為何要死啊 不說我以為是他的女兒 原來是神通 然後我就想 可能神通跟他真的有些事情 神通是他 是他爸爸的背 這個縮疾 縮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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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斷 我真的建議大家看鐵掌 和王者之路 王者之路 王者之路的公仔麵頭 真的很好笑 大家不要錯過 你有沒有看過公仔麵頭 我自己不太介意 那位 只是說公仔麵頭 有些人說金鷹 你應該解釋什麼 金鷹飄過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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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不家 不要再說花生臺賣廣告 花生臺賣廣告 那位公仔麵頭是金鷹飄過的 金色頭髮 有些朋友拍了鋪照片 就說仿如公仔麵一樣 是比較細緻的 那你不介意嗎 不介意 為什麼 因為其實他每一個 應該是這樣說 除非他以前畫得很仔細 但其實他從開始到現在都是這麼細緻 只不過是畫髮型的方法不一樣 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 令到我覺得很不滿的地方 譬如 你看回李健成的頭髮 他也不像頭髮 就像鐵板一樣 那就是其中一個蒙面 其中一個蒙古人的 那個逛逛逛逛逛逛逛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只有他是這樣 其他人都是照樣這樣撇頭髮 我覺得就當是這個角色的一個特別 我不是很介意 對 比較適合王者之路的畫 故事都可以 故事值得說 故事值得說 但不夠時間 還有我們 還有那個神老闆 看看下星期可不可以跟大家說 好像是二十期 加到十四 加到十四 加在出十四 我不是說王者之路 下星期大家有沒有機會說一下這個極度村流 哦 是呀 其實我是有 其實我是有 是 本書在這裡 第三期都在這裡 但是 另外也可以說一下 你說完了嗎 你說完了 下星期有機會說 舞蹈狂之獅的漫畫版 今天好像是五周年 這麼奇怪 算是五周年 沒有 漫畫版 我不知道 為何不是 出了不太久 不是 為什麽算是周年 沒有什麼漫畫 那找些東西算一下 因為他又不出 他出得太晚 因為葉Sir有來我們星期上 星期上 十五 我們第一時間就是問他 究竟什麼時候出了 你一搓別人的痛處 你一離譜 他就說是動漫折出 我覺得他堅持得好 因為其實 我早幾期說 看他的專欄 他後面是突然沒有人手 就是夢畫解散 對 他就自己畫了所有東西 以前你會看到 頭十期左右 是夢畫工作室 寫得明是製作夢畫工作室 後面只偏繪是葉偉青 但葉偉青是很忙的 我周圍都見到他 因為 我不知道 外出時有沒有改變 因為 如果沒有改變 情況沒有改變 他只有一個人畫 連路人甲也是要自己畫 即是有些風畫撇線 我說很忙 除了《舞蹈狂之士》之外 當然追了很久 但我剛剛看到一個邦人 畫了電影的概念圖 然後還有《願望 request》 也有《由樂園斉紅》 《今晚打喪屍》 總之很多地方都見到這個位青 是 《今晚打喪屍》 《白子》還是《單隻》 他跟張繼聰 他跟張繼聰 白子是男主角 張繼聰是之後救予人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劇情的話 恭喜兩位 恭喜月宜,恭喜八字,恭喜所有人,我要獲獎 其實我也很想提一下,包括獲獎 雖然我們會搞自殺小隊,但主要是為了看戲為多 所以今年除了《風雲舞劇》我們想再玩一次計畫,因為去年我們錯過了 其實今晚打爽司時也會無台劇化 11月 八字是誰? 八字,恩哲聰都有個劇團 應該是他們 另外一群,有推出過的宣傳 創造官也有出過廣告 所以我希望 包括支持一下 照著舞台劇先的 他就說是11月 因為你拍戲差不多要拍半年了 就是要支持一下 希望如果到時有更多資料 包括《風雲》的舞劇 或者《今晚打喪屍》的舞台劇 就像上次火鳳一樣 大家都看得那麼開心 《今晚打喪屍》大家都 雖然他不完全是漫畫 但都是一些動漫業界朋友的創作 全方位自殺 例如香港有個《玉記》主題樂園 我們都會找大家一起去 但他又不在我們那裡搞 那變成自殺大隊 每個星期的 那些叫自隊 簡稱自隊 自毀境界 今天講完我謝邦就到這裡 十周年生日會之後 稍微完結 稍後回來我們有 嘩 厲害 今晚《動漫廢物》 生日會之後的第一炮 行運超人 課長 土間鑿 稍後再見 請問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